老妈看到我,又要骑车出去玩了 在一旁唠唠叨叨了几分钟 说我这段时间怎么在家里这么野一个 一点都不落根 还有村里的一些老太太以为我得了什么神经病 我跟我老妈开玩笑说我是得了一种病 只有摸着吃才能治好 还有村里一些老太太说我头顶上顶了个黑疙瘩 就像个根基头一样 给这个宝捆着一大堆行李 是不是去外面打流浪了 别说,这还真给他们拆整了一半 还有的在背后纷纷议论我 说是不是我骑车摔了脑袋出了问题了 更有圣子说我碰到鬼上身了 都叫我老妈去哪个寺庙烧起住香 静静神 我也征服了这些老太太 看着老妈在一旁唠唠叨叨 心不在焉的扫地 也懒得跟他们解释 说我有病就有病吧 这又不是第一次说我了 还记得二十年前 我从广东带回个手机来 摔着耳机在打电话 旁边有一老太太 眼睁睁地盯着我打了几分钟电话 这些老太太 那个年代哪里见过这个啊 就连那种老式的手摇电话 他们都没打过 没过几天 我老妈就在村里听到 那些老太太纷纷议论我 说我在得了病 乘广东回来了 一个人站在石头上 几里呱啦的对天 无言乱语 还说我说着说着 最后倒在地上 苦吐白沫 说得头头是道 有板有眼 比真的还真 现在这个我该怎么解释呢 就算解释清楚了 他们也会说我吃 把它撑走 我该怎么办呢 不管那么多了 往我的去 有病就有病吧 苦了 我该怎么解释